大家好 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 终于讲究望闻问切 望字排在第一 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个人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心里面就对他的健康有了一个大概的判断 比如男人身上有五个部位 可以让人一眼看穿你的防势能力的强弱 那么大家接下来就看看李老师说的对不对 第一点 从眼睛来看 男人的防势能力来源于肝和肾 当然也离不开经络 而一个人的眼睛是不是有神 就代表了他的肾气是否充足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身边比较年轻的人的眼睛 那一定是清澈透亮的 而上了岁数的人则是人老珠黄 确切地说当你看到一个男人的瞳孔 非常明亮 非常有神 那么一定说明他的精很足 那如果你是一个女孩 你看到男人眼睛就会放电 也一定代表身体的精很足 反之 如果一个男人的眼睛看起来无神 迷茫 而且朦胧 那一定就代表着他的精很弱 你只要坐地铁的时候 看着那些上班族的白领当中 眼睛有神的真的是少之又少 第二点 从耳朵来看 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 如果一个男人的耳朵又大又饱满 那么我们能够断定他是先天的肾气足 有一些人虽然先天肾气很足 但是后天消耗得非常厉害 所以耳朵会逐渐显得暗淡无光 就像是上面蒙了一层灰 像是几天都没有洗过了一样 这样的男人防治能力同样很差 防治能力强的男人 他不仅是耳朵的外形饱满丰厚 而且还能发出一种很自然的光亮 也就是我们通常爱说的一个词叫做润 看起来很润 很舒服 很漂亮 第三点 是我们可以通过面容来看 中国人健康的脸色是微微有黄 略带点红 并且会显得很润 也就是我们说的很有光泽 凡是发红 发黄 发白 发黑 甚至发青的颜色都属于非正常色 这都代表着身体状况不佳 第四点 我们可以从身材来看 一个健康的男人 他的身材一定是匀称的 体重是标准的 过胖的人和过瘦的人防湿能力都不太行 先说过胖的人 如果这种人肚子非常大 这最要命了 基本上就是摇尾和早屑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一个男人他能不能挺 能不能硬 靠的是血液能不能送到肢体的末端 中间挺着个大肚子 里面全是一堆弹石垃圾 那大家想一想 这个新鲜的气血能过得来吗 这就像是一座燕赛湖一样 上游心脏的血液如何才能够顶到下游去呢 那再来说一说瘦人 过瘦的人就不存在顶不起来的问题了 而是阴躯 但是这种人他的消化大都不好 无法从食物当中去吸取营养物质 会造成我们防食能力无法持久和问题 换言之呢 就是这种人岁数再大一些 营养补充不上来 那么他想挺都挺不起来了 第五种就是从手掌来看 其实呢 从前面的四点当中 我们对男人的能力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如果你要再去仔细看他的手掌 基本上你也就可以去确定他整体的 大概的一个健康状况了 健康的男人十个手指的手指度 应该是鼓的 你摸起来呢 既不是硬的 也不是特别软的 也不是干瘪的 颜色是红润的 如果指度瘪了 就像一个充满气的气球 放完气之后的那种样子 或者是像我们在水里面泡了很久的那个样子 我们可以判定啊 这个人气虚 在中一当中 气为血之帅 也就是气领着血走 如果气虚了 推不动血 那你想一想 他能够挺得起来吗 还有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看虎口 如果一个男人这个位置 肌肉饱满 润 而且很少有乱纹 那么他的防湿能力一定不会太差 如果啊 我们有了这些特点 对于这些有征兆的男士来说 我们也不必被思想包袱 因为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养生方法调理过来的 那么大家可以尝试一个最简单的撞扬绝技 古人称之为搓骨道 它跟现代的提纲动作很像 但是又有它独特的锻炼方法 就是我们在坐着站着或者躺着的时候啊 你就像是自我控制排尿一样 逐渐的去收缩你的PCG 同时你要吸气 收腹 同时收紧提升前后音 这三步同时进行 不只是简单的提纲就完了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每天坐上100到300下 不论这个速度快慢 你先把这个动作给练会了 然后我们开始尝试放慢速度 就是坚持收紧5秒钟 然后放松PCG5秒钟 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一个练习 在练习的时候 你先从10个开始 就这样收紧5秒钟 放松5秒钟 从10个开始慢慢坐到50个 这样呢我们就要一个回合 建议大家每天练习2到3个回合 也就是100到150个这种收紧 放松这种比较慢的动作 当你能比较轻易的做到 收缩300个以后呢 我们建议啊日常的练习 你要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进行 有时间你就多做一点 没时间你就少做一点都可以 关键是大家要养成 每天练习的习惯 并且呢一直保持下去 这样大家坚持上一个月 就会感觉到啊 好像自己的青春又回来了一样 然后我们可以练习一个效果 更好的动作 那就是当我们做了20个收缩 这样的动作之后啊 你要慢慢的开始尝试 紧紧的收缩PCG 同时收腹 收缩前后阴 然后尽可能的去保持这个状态 就保持这种收缩的状态 越长越好 哪怕是中间你有呼吸 但是也不要放松你的腹部 以及PCG 直到感觉自己坚持不住了 好 接下来慢慢的放松 休息一下 然后做上20个普通的这个收缩动作 就这样啊 再重复 收紧 坚持不住了 放松 重复做上五组啊 那开始呢 你会感觉这个很累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 不间断的练习 你就能够做到 紧紧的收缩PCG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谈得上 能够提升方式的能力 能够延长时间 能够去增强硬度 那我们经过这样有节奏的去练习 并且我们配合上自己的这个腰腹部的锻炼 整体的锻炼啊 能够让更多的元气聚集到丹田 随着你的放松 然后更多的气血会注入到下一步 这样呢 你就会发现 每天清晨起来之后 你都是坚硬如实的 咱们每天在开车 乘车 以及上班的时候 或者是你睡觉前 起床前 平躺在床上的时候 都可以去练习 所以这个动作是又方便又有效的 不仅是我们肾虚的朋友们 大家需要去锻炼 其实男女去练习一下 都是很有好处的 因为顺气族的人啊 他的各方面的素质 各方面的体质 都会有所增强 也会更长寿 好了 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